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何这样说 因为刚才提过 如果我们做手术 就要借入一个人工晶片 这是一个人工晶片的模型 其实没有那么大 借入眼里面 其实是个晶片很小 这是一个人工晶片 一般常见的设计 中间就是一个负责矫视的晶片 旁边这两只就是一些脚 变成在眼里面之后 这两只脚就会稳固了晶片在眼睛里面 从而达到一个改善视力的效果 随着视力发的科技进步 现在这些晶片 其实有些不同的选择 医生需要根据病人的眼睛情况 他一般的生活习惯 他闪光深不深等等 而决定适合做些什么人工晶片 因为要明白 现在简单来说 有三种人工晶片 一种叫做单焦晶片 单焦晶片意思是 就是当光线经过晶片的时候 他会将光线聚焦在单一个焦点 所以很多时候 做完单焦晶片的话 那些人看远会特别清 不过一看近 就会有一些所谓脑花现象 就需要脑花眼镜去帮助 这些叫做单焦晶片 第二种晶片就是 刚才提及过一些所谓散光晶片 散光晶片就是如果病人的眼睛 本身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散光 如果就这样做单焦晶片 手术后仍然有散光 其实病人看东西就不会很清 就需要眼镜附助 才会看得清 所以现在就有些技术 如果病人有一定程度的散光 只需要借入散光晶片 就可以同一时间减少散光 手术后视力的改善就会更加好 最后就是关于脑花的问题 现在做白内隽手术 其实是可以改善脑花的 那些我们一般现在叫做多焦晶片 多焦晶片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在晶片的设计方面 光线经过晶片的时候 其实就会产生不同的焦点 一般来说我们有些叫做远近 即是叫做双焦晶片 也有些远中近三个焦点 叫做三焦晶片 因为有些病人本身 也会有些不喜欢戴眼镜 或者手术后 希望可以做完之后 连老花也改善了 生活上一定会更方便 在适合的病人身上 如果用了多焦晶片 就可以达到改善老花的效果 不过留意 不是所有病人 都适合用多焦晶片 其实就要视乎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多焦晶片本身 虽然是可以减少依赖眼镜 但亦都有少少不好处 包括什么呢 製作多焦晶片的病人 他们晚上看街灯 车头灯 其实就会有少少光控光环的现象 另外就是影像的质素 刚才提过单焦和多焦 如果说影像的质素 其实单焦的影像对比度会高些 而多焦晶片的对比度 会稍微轻微一点下降 所以当选择用什么晶片的时候 有时就要拿取舍 所以总括而言 其实现在做白罗进手术 其实是一个非常之成熟 和十分之有效治疗白内障的微创手术 所以大家都听到 我有白内障 而有些担心白内障手术 其实只需要多问 你的眼科医生了解多些 其实很多顾虑都可以消除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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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